Rural Rural这个字呢 我们先来分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Rule这个音节 第二个音节呢在Row这个音节 那我们看到Al结尾的 大致上的八九不离十 它的词类就是当做一个形容词 在这边我们中文就翻成 乡村的、田园的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Rural 那我们看看这个例句 Compared to life in big cities Life in rural areas is rather quiet and slow paced 好那这边呢有几个文法的重点呢 同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来第一个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我们很常见到的 Compared to这个片语 放在聚首时候的使用方法 好那这边呢特别要提醒同学 Compared to后面呢通常接的是一个名词 那这个东西呢是与什么什么东西来做比较 那这Compared to来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这边Compared to呢这边它的词类 好那这边呢它是一个PP表示被动 那是什么东西拿来被比较呢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主词 好被比较的是后面这个主词 好所以同学呢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Compared在这边的用法 那表示呢跟什么什么东西 拿什么什么东西来做比较 我们就叫做Compared to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好所以在这边呢要比较什么东西呢 要比较生活Life 好这边的Life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两边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哦 一边的生活是Life in big cities 在大都市里面的生活 还有呢Life in rural areas 好那这边的in rural areas 同样的都是两个介系词片语 都是用来修饰什么呢 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Life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来稍微看一下 这边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Life in big cities 对不对 那后面的呢它就是用来修饰什么东西呢 就是修饰Life in rural areas 好所以呢大都市里面的生活 把它拿来跟什么比呢 跟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乡下的生活 好跟乡下的生活比较起来 乡下的生活 is rather 好来各位这边的 rather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副词来看 好当作副词呢我们中文呢 就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相当底 相当底我们就翻成rather 所以呢修饰的生活跟都市的生活比较起来 是相当的安静 and slow paced 好那这边呢 indy呢特别提醒同学的这个slow paced的用法 它是一个复合的形容词 形容词slow再加上pace名词加ed 好这边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形容词 那有机会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教学影片来谈论复合形容词的用法 好所以这边slow paced的意思呢就叫做步调缓慢的 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例句 好那说呢乡下的生活跟都市的生活比较起来 是相当的安静 而且呢步调是缓慢的 好那在影片的最后面呢 indy要提醒同学这边的rural areas 其实呢可以等于一个各位呢比较熟的片语 就是呢countryside ok就是所谓的乡下 好这样了解了吗 好那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rural 乡下的乡村的田园的